老婆说我兄弟对他有非分之想,我反手将他送进监狱,老诗人就该当接盘侠嘛,我早已经知道他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,甚至还有更大的阴谋等着我。 我跟我老婆的结合十分玄妙,中秋回家之后,高中同学聚会,我的一个女同学带着她的表妹一起过来,那天我只记得一直在喝酒,喝到最后,迷迷糊糊的我被人搀扶着进入酒店。 隔天醒来的时候,我看到了小桃的表妹,小林正躺在我的怀里,二十四岁的她,楚楚可怜,问我是否会负责,我点了点头,肯定了她这个询问。 一个月后,我们领证了,因为小林告诉我,她怀孕了,事情就是这样巧,巧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那复杂的心情,除了第一次喝酒,喝得迷迷糊糊,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外。 其他时候,我们都要做安全措施,但偏偏这样,一泡而红,一发入魂,我们没有举办婚礼,只是领证。 小林父母走得早,现在家里也没有什么其他亲人,领证之后,我原本想要让她辞职在家养胎,如果闲不下来,我也可以将楼下的档口盘下来,给她做点顺心如意的小生意。 但小林拒绝了,她说,这会儿刚刚怀上,没有必要那么快养胎,而且现在也没有那个心思做什么小生意,不要浪费那个钱,我联系她,尊重她的选择。 我甚至觉得,这是上天赐予我最好的礼物,一个如此善解人意的妻子,不管是谁,都会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说一声好,老同学去哪里啊。 我刚刚走出门,就看到小桃从前面走来,作为这座城市,为数不多几个还有联系的老同学之一,再加上我娶了她的表妹,我对小桃还是很友好的,这一阵子,小桃可谓是我们家里的常客。 朋友找我,你来找小林啊。 嗯嗯,她在上面休息,今天周六,我们都休息,不用上班,随意地说了几句话后,我开车离开小区,一年前,我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,甚至为了省吃俭用,我只能租一些比较便宜的单间。 不过那年我运气不错,中了一个超级大奖,将近一千万,买了房子买了车之后,现在还有五百多万的存款,这件事情知道的人不多。 小桃是其中一个,小陈,你今天自己过来的对吧? 当我停好车,小明紧张兮兮地朝着四周围看了看,然后还神神秘秘地问我。 对啊,今天小林在家休息,没有跟着一起过来。 我笑着回了一句,在这之前,我出来钓鱼时,小林都会陪着我一起过来。 嗯,来,先别钓鱼了,给你看点东西。 小明是我的大学同学,毕业之后,我们进入同一个公司,再加上我们爱好都差不多,可以说是我的铁哥们啥子东西。 我放下工具,看着他古怪的模样,有些疑惑道,你自己看。 我发了几张照片到我的手机上,我点开的瞬间,愣了好一会儿。 照片上,一个两鬓白发的中年男子正搂着我的妻子在高档商场上面走着。 而我的妻子,则是搂着中年人的胳膊,整个人几乎都靠在对方的身上,两人的行为举止,十分亲密。 除此之外,还有他们两人走进酒店的照片,那一刻,我才意识到,为什么小明的神色那么复杂,这妥妥是拍到我妻子出轨的证据了。 他马德,劳资要弄死,这对肩夫淫妇,要知道,小林现在可是怀孕啊,这几天我都不敢碰他,可他马德竟然跟别的男人去开房,干他娘,别冲动,小陈你特么的别冲动啊。 在我转身的瞬间,小明连忙拉住我的手,不让我上车。 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? 我冷静下来后,才开口问道,凭这些照片并不能说明小林出轨,或者应该说,这些照片如果是小林跟我结婚之前的呢,小明叹了一口气,拍了拍我的肩膀,发了一个视频给我,上面的日期正是一个星期前。 我出差的时候,也是那时候,小林告诉我她怀孕了,小陈,你结婚,我高兴,高兴的那天晚上,跟我家婆娘念叨了一整碗你特么的几百万的家产,有人继承,有人给你花了,不用天天拖着我喝闷酒,终于从那段该死的感情走出来了,但劳资不想看你被人欺骗。 小明说这话的时候,声音满是压制的愤怒,我上一段感情,整整五年,最后因为我没有钱,女方家人看不上我,硬是以死相逼让她去相亲,从相亲到结婚,十三天,可笑至极。 那一段时间,我沉迷于酒精,是小明陪着我度过,用她的话来说,她没有父母,我父母对她比对我还好,她虽然不是我亲兄弟,但比亲兄弟还亲,我中奖,她第一个知道,没有让我借钱之类的,而是让我买房,让我孝敬父母,我该死的失败恋情,就是因为没有房。 这一次结婚,小明的第一个要求,也是在婚房上加名字,我加了,但现在看来,命运就是她马德这么可笑,上一段恋情,没有婚房,分手,这一段婚姻,有婚房,触轨,去她马德,我有些失控,小明拉着我坐在岸边上,不知道从哪里搬了一箱啤酒,来一醉解千仇。 我戒了,以后都不喝了,我摆了摆手拒绝道,从那天我中奖,然后想去寻求前女友复合,却得知她已经结婚时,我就告诉自己,再也不喝酒,好。 小明给自己开了一瓶,看着我继续问道,你是什么打算? 打算,我现在满脑子闹哄哄的,哪里有什么打算? 面对这样的问题,我选择沉默,在知道小明出轨的第一时间,我的唯一想法,就是回去质问她,为什么要背叛我,至于其他的? 我没有打算,现在被小明这么疑问,我才猛地发现,这件事情确实需要考虑,可我到底该怎么办,小明肚子里有我的孩子,难道我要跟她离婚,等等,小明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的? 小明,我想查一下,小灵笛确切怀孕时间,你能帮我吗? 我现在只有小明一个人可以信任,其他人,我不敢相信,在我面前表现得如同贤妻良母一般的小灵,都能够在怀孕期间背着我跟别人开房,我还能够相信谁? 嗯,我在医院那边有认识的人,是我以前的高、同学。 小明点了点头,然后才开口继续道,这件事情,你先不要声张。 我沉默,这种事情让我当作没事发生,不可能,但我不得不这么做,回到家,小桃还在,看着笑夜如花的良女,不知道为什么,我总感觉心里头堵得慌,今天这么早回来啊。 小灵走过来,借过我手中的调具。 柔声问道,她的小腹已经微微凸起,怀孕一个多月,这么明显吗? 我轻轻抱了抱她,声音中满是疲惫,今天身体不舒服。 那你先休息。 小灵神色担忧地看了我一眼,连忙交代道,说真的,这种情况,我完全看不出小灵在演戏,跟小桃说了一声抱歉。 我走进房间,躺在床上的时候,我的脑子都是乱哄哄的,一个在家里温柔如水,贴心暖人的妻子,为什么会在外面偷人,难道女人真的天生就是演员? 单单看小灵关心我的模样,谁特么的敢相信,她出轨了,小沉,喝水。 小灵推门进来,放了一杯温水在床头桌上,我原本不想喝,现在看着小灵,我觉得恶心,但想到小明的交代,我还是拿起杯子,随意地沾了沾,就当作是喝过了,小灵细心地给我盖上被子,然后才走出房间。 躺在床上的神色有些恍惚,我甚至在想,那些照片或许里面有其他的误会呢,我实在是不敢相信,如此闲良温柔的妻子会背着我依靠在另外一个男人的怀里,小明的调查很快出来了。 看着两份完全不同的怀孕报告,我身心疲惫,一份是之前小灵拿给我孕解,另外一份,日期要推到两个月前,也就是说,小灵第一次跟我上床的时候,其实已经怀孕,我只是一个接盘侠,我只是她挑选的一个老实人,一个接盘侠,我心里恨得牙根痒痒。 而且我这个该死的接盘侠,还在自己的房产证上面加上了她的名字,这个时候,我就算有证据证明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,也无济于事,就算是离婚,我的房子也有一半是她的,房子是我用了三百多万买的。 结婚不到一个月,一百多万到手,这跟骗婚有什么不同,我差点直接呕屑,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? 小明神色凝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问道,估计她也没有想到,小灵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,怎么做? 还需要想吗?当然是,让她把孩子生下来。 原本我的想法是,直接离婚,一百万就一百万,老子不稀罕,但现在那样太便宜那个贱女人了,到时候她拿到钱,把肚子里的孩子一打,又可以风风光光地找一个老实人嫁了,这是我所不能允许的。 就算离婚,也要让她把孩子生下来,我要让她以后永远都挂着一个脱油瓶,我更要让她的那个男人身败名裂,以前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些,但现在,我能。 行,我银行里面还躺着几百万,我能做的事情很多,你小明不可思议地看着我,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我什么好,放心,我没有那么蠢,你帮我调查一个那个男人,钱不是问题。 行,我知道了。 行,小明走了,我站在洗手盆面前,看着镜子里面,那张因为失望绝望而显得沧桑的脸庞,自嘲一笑,该死的爱情。 从来都不属于劳资啊,我想不通,小明都愿意为那个人怀孕了,为什么那个男人还能够做到心如止水地看着小明嫁给我,然后还跟小明藕断丝连,他们在床上的时候是否会想起,小明在我床上会被我用什么姿势折腾,去谈马德生活,不得不承认一点。 在这一刻,我满心都是报复社会的冲动,晚上回家,一切如常,小明早早地准备好了饭菜,如同一个小妻子一般等着我共进晚餐,甚至有几次我还跟她说,现在她怀孕了,就不要做饭了,等我回家我来做。 只是小明每次都会温柔摇头说,她现在的工作轻松,回家什么都不做,会觉得十分无聊,以前我十分享受这种待遇,现在我只感觉恶心,不过我没有表现出来。 晚上,我跟小林在床上折腾了很长时间,这一次,我没有估计她肚子里的孩子两个月过了,可以进行防饰,如果按照小林给我看的报道,现在孩子才一多月,但我知道小林肚子里的孩子估计都快三个月了,一番折腾,小林不看鞭挞,沉沉入睡。 晚上三点多的时候,我拿着小林的手机悄悄走出房间。 从结婚开始,我就没有查看过她的手机,我总觉得应该该彼此一点私密空间。 女人查男人的手机,那十分正常,有些心思敏感的女人,总会感觉自己的男人在外面会勾三搭四,或者翻过来,总会有谣言见货来勾搭自己的男人。 而男人对于女人,其实并没有这种心思,除非有什么蛛丝马迹,否则的话,他们不会驱动女方的手机,黑暗的大厅内只有手机屏幕的亮光,微信上面,没有半个可疑的联系人。 不过想想也是,她在我面前,可是贤良舒德的好妻子。 怎么会给自己留下把柄,但我不相信她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,除非一直都是打电话。 她的手机上面有三款聊天软件,除了企鹅的之外,还有一块是及时聊天,进入竟然需要登录。 不过是用手机登录的,我很快就登录上去,终于,我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,上面是小林跟另外一个人的聊天记录。 截止三天前,或许是我一直以来的信任,让她疏忽大意,没有删除这些聊天记录。 也或许是她觉得需要密码登录,所以没有什么所谓,但她自己却绑定了手机号码。 这不是给我留了一个后门吗,看着上面的聊天记录。 我的心都在低血,乘风而去,我的孩子还好吧,你没有虐待他吧? 零零而行,我哪里舍得虐待他,每次都是你用棍子在教训他好吧。 乘风而去,我这是劳资教育儿子呢,正常正常,嘿嘿。 乘风而去,他没有怀疑吧? 零零而行,放心好了,他不会怀疑的,他到现在都还以为孩子是他的呢, 这一个多月他甚至都不敢跟我同床,你以为个个都是你呀,我都怀孕了,你都不放过我,每次都死命折腾。 乘风而去,不知道是谁,说要让我体验一番孕妇的滋味哦。 我一直看着,看得目自欲裂,看得怒火冲天,这一对肩肤淫妇,让我背锅,还特么的敢用来调情,干你大爷。 然而,这还不是最为夸张的,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小林跟另外一个ID的聊天,看着上面那头像,我整个人都梦了,小桃跟小林有联系,我不意外,他们两个可是表姐妹,而且感情十分好。 但这上面的聊天内容,让我看得差点魂飞魄僧,如果说,小林跟那个杂碎肩夫,只是想要让我接盘养一个便宜儿子。 那么,小桃则是想要让我家破人亡啊,真正的家破人亡,这上面,他不仅仅教小林如何让我在房产证上面加上属于小林的名字,还在教小林如何一点一点地掌控我的财政大权,最后最后的一点,竟然是让小林如何用做菜的方式起到下毒的作用,财不露白, 这是老祖宗们交给我们的治理名言,我也懂这个道理,所以我中大奖之后,我都不敢跟其他人说,但我怎么都没有想到,作为为数不多的几个知情人之一,小桃竟然想要害我的命跟要我的钱。 而且从聊天记录上来看,小桃竟然还知道小林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,他们两女,称那个中年人为叔叔,最夸张的一点在于,小桃似乎也是那个叔叔的女人之一, 那个叔叔,真那么有钱,完姐妹话不说,还让我这个老同学做接盘侠,除此之外,老同学还想要我命,我浑身发冷地将这些聊天记录都截图下来, 然后发了一份给自己的电子邮箱,又发了一份给小明,让小明带为保管,回到房间,看得熟睡的小林那美丽的脸庞,我心中没有半点欲望,最独负人心。 这一句话,说得真心没错,让我接盘,我认了,谁让我特么的老是好骗,最多最多,我也不过是离婚。 到时候分财产需要赔付一百多万,我也认,可是,我怎么都想不通,他们竟然要我的命,谋财害命,接下来几天,我都在观察小林的举动,特别是他做的饭菜,以前他不管做什么菜,我都会毫不犹豫直接开吃,绝对不会浪费一点。 但现在,我有意地漏掉一两个,让我更加诧异的是,那天晚上,小林跟我说的话,小陈,你以后少跟小明来往,他看我的目光不对劲。 小林看着我,神色有些娇羞地解释,因为怀孕的问题,他穿得比较清凉,而小明因为担心我。 这几天往我家里跑得比较多,这竟然让小林给误会了,他肯定对我有非分之想,这种人不可深交,以后少让他来家里。 嗯,我知道,放心吧,我会跟他保持距离。 我点头答应了下来,但心里却不由地冷笑,看你的目光不对劲,你特么也知道,在意别人的目光啊,你也不想想,你们表姐妹两人的到底都在安什么心。 他妈的,没过几天,我收集到了足够的菜式原料,随后我找了一个接口,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, 对小林则是说,我要出去出差。 小林不宜有他,小明一看到我,则是拉着我去医院,马德用食物混合进行下毒,真特么的不愧是学医的,走,检查,必须检查。 我们没有在本市做检查,因为小桃是护士,这种情况很容易爆雷,很快,检查结果出来了,我真的中毒了, 而且是慢性毒药那种,用医生的话来说,现在还看不出什么症状,最多就是精神疲惫,浑身无力,但不出三个月,病情会加重,不出半年,估计得住院,情况严重的话,很有可能挺不过去。 医生询问了我平日里吃的东西。 我没有犹豫,事无巨细,连忙全部说了出来,这可是事关生死,我永远都无法忘记医院那复杂诧异的眼神,用他的话来说,这简直就是自杀最好的菜谱了。 我吃的东西,分开吃,没有任何影响,混合吃,只会对身体有一定的影响,但如果再加上维生素的话,那后果就严重了。 食物混合之后,产生毒素中毒这个我知道,我在小玲跟小桃的聊天记录上看到了,可维生素,我是真不知道,小明提醒了我一句, 你不是说小玲买了一种可以增加抵抗力的药给你吃了吗? 我猛然惊醒,维生素,那可是小玲给我买的,她说的是做预检的时候,跟医生打听到的,这种维生素,有益于身体健康,他们一切都谋算得好好的,走出医院的那一瞬间,我感觉有些天旋地转,这种事情,竟然发生在我身上, 这比我看到小桃跟小玲两人的聊天记录还要来得荒谬,我原本以为食物中毒这种事情,不过就是说说而已,哪里知道,真的发生了,他们两个人密谋的事情,真的是有效果的, 如果不是小明刚好拍到小玲跟那个所谓的叔叔进入酒店的照片, 我特么的估计再有半年,就要一命呜呼,到时候,我的房子属于谁的,我的猜测又属于谁的,无外乎就是我的妻子,我已有身孕的妻子的,够狠,够毒,别伤心,事已至此,我们只能收集证据了,到时候将他们告上法庭。 小明在我身边安慰到,我收拾了一下低落的心情,狠狠点头,如果说最开始的时候,我只是打算让小玲生下孩子, 然后证明孩子不是我的,跟小玲离婚,就算是赔上百多万,我也会去这么做, 但现在,我要的,不仅仅只是离婚,凭什么他们要让我做冤大头,还要拿我的钱?凭什么他们让我做接盘侠,还特么的想要我的财产? 真他妈的以为老实人好欺负,接下来,一切听我的。 小明怕我冲动,一直在旁边劝说着,我苦笑道,放心吧,我知道该怎么做,我不会让这些狗男女得逞的。 好,我去安排一下。 嗯。 回来之后,我专门去车行租了一辆车,也没有去其他地方,就在小区门口待着,那个中年人的身份,小明终于打听出来了, 是我们室的一个做服装的老板,小林跟小桃两人,曾经做过平面模特,是那种专门给网店出外景拍摄的模特,这一点我是知道的, 只是没有想到,小林跟小桃两人,竟然会爬上那个叔叔的床,我现在更想知道的是,小林跟小桃两个人,想要谋财害命的计划中, 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叔叔的影子,只是这种秘密,一般人打听不到,这可是谋财害命,谁会傻乎乎的到处乱说, 在小区外面守了两天,终于有了一些收获,我看到小林坐在一辆黑色奥迪上离开小区, 当下我也顾不上这辆奥迪是什么时候进入小区,连忙跟了上去,一整天,我一直跟着那辆车, 他们真的好像恩爱夫妻一般,逛街,逛商场,吃小吃,吃饭,比起小明之前发给我的照片上面的姿态还要更加亲密, 谁看到了都不得不说一句,好恩爱的一对夫妻,就是老夫少妻而已,据我所知,这个做服装生意的叔叔有一个儿子, 但却没有妻子,而小桃跟小林两人的年纪,也不过是比他儿子大一两岁而已, 现实真他马德魔幻离谱,最为离谱的是,这事情还特么地发生在我身上, 看着他们走进酒店,我掏出电话,拨通了小明的号码。 小明,我看着他们走进酒店了,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此时此刻我的心情, 那种复杂到让人感到抑郁的感觉,无法形容,谁能够体会亲口说出自己的妻子跟别的男人去开房的那种感觉, 想到人的心都有了,没错,我现在就想上去,踹开门,然后将那对狗男女宰了, 只是仅剩下的一点理智告诉我,不能冲动,不能这么做,否则的话,后悔莫及,别冲动, 小陈你特么地别冲动,想想你的父母,等我过来。 小明似乎也听出我的不对劲,在电话里头颠三倒四地喊着, 说起来,有小明这样的一个兄弟,是我的福气,如果不是他的话, 估计这会儿我还被蒙在鼓里,甚至很有可能我会一命呜呼, 最终,我还是忍下了冲动,当小明焦急的脸庞, 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时,我不由地露出了笑容, 人生最为凄凉的时候,有一个好兄弟陪着, 确实比什么都好,他们进的是这家酒店。 小明指着马路对面的酒店问道, 我点了点头,走,我们过去打听一下。 很快,我们打听出了小林两个人所开的房间号。 原本客户的资料是保密的, 当我将结婚证丢在前台面前, 当小明说出如果不说房间好, 他就举报整个酒店卖淫时, 酒店的经理亲自出来处理, 然后将房间号给了我们, 而我也没有丝毫犹豫, 直接拨通了报警电话, 举报卖淫, 亲自举报自己的妻子卖淫, 那是什么感觉, 我心头复杂的差点无法呼吸, 但我必须这么做, 如果小林只是想要钱, 说真的, 我可以给, 看在她给感受到家庭温暖上, 我不在乎, 我都打算好了, 她孩子生下来之后, 跟她离婚, 房子分派一半又如何, 但她不仅仅只是想要我一半的房子, 还想要谋夺我的家产, 甚至于还想要害死我, 那就不可原谅, 小明拍了拍我的肩膀, 神色复杂, 小陈, 别伤心, 一切都会过去的, 嗯, 一切都会过去的, 我点了点头, 面前的露出一丝笑意, 现在让我们先结束这一切, 旁边的人估计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, 但我们很清楚彼此之间的想法, 很快, 我们随着警方来到小林所在的房间, 酒店经理很勾腿, 将房卡交给我们, 所以我们连门都没有敲, 直接推门巾, 看着床上那两具浑身不着片驴的身体, 我心中除了愤怒, 还是愤怒, 我只是看了一眼, 冷笑了一声后, 转身离开, 如果只是想要证实小林出轨, 其实到这里即可, 但就算是这样, 我们离婚, 依然有一定的概率, 会判我的房子有一半属于小林, 这是法律上的共识, 我知道这一点, 所以在出了酒店之后, 我随后将小林还有小桃给告了, 蓄意谋杀的罪名, 不管放在哪里, 都是十分炸裂的事情, 警方跟法院对此十分重视, 在看到我拿出截图时, 警方第一时间将小桃还有小林两人控制, 同时展开全面调查, 小桃两人还想要狡辩, 但我却直接甩出了体检报告, 还有将维生素一块拿了出来, 更是将冰箱里面的食物拍照发给警察, 让他们做深入的化验调查, 那一刻, 小桃声泪俱下地祈求我的原谅, 小林更是让我看在肚子里的孩子的份上, 让不要告他们, 我默然地看着这一切, 没有说出任何原谅的话来, 这个曾经让我觉得是老天眷顾我, 让我娶到这么好的老婆的女人, 此时此刻, 在我心中只有厌恶, 做人可以贪心,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, 都可以见财起义, 但谋财害命, 这已经不能说是背叛, 而是在彩虹县, 就算我原谅他, 法律也不会原谅他, 孩子, 不说孩子, 我还没有那么生气, 在警察的注视下, 我又拿出一份运检报告, 那时候, 我跟小林还不认识, 所以说, 孩子, 特么的不是我的, 小桃跟小林两人信如死灰, 他们两人都知道, 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, 证据确凿, 他们连狡辩的余地都没有, 判罚很快下来, 小桃两人谋杀最成立, 虽然没有成功, 但因为依然还处于进行时, 所以进行了定格判罚, 就算小林是孕妇, 也夺不开牢狱之灾, 让我有些没有想到的是, 谋杀我的这件事情之中, 那个服装老板, 竟然没有参与其中, 他只是被教育了几句, 然后就被人保释了, 但这件事情, 对他的影响特别大, 他的生意因此一落千丈, 小林告诉我, 那个服装老板, 破产跑路了, 这件事情之后, 我隔了一年, 才在家里的介绍下, 重新认识了一个女孩子, 从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, 现在的我们, 虽然没有小情侣那般呢, 但生活也算是过得十分圆满, 当我再度知道小桃梁姐妹的消息时, 是几年后, 我回老家听到的, 据说小桃梁女出狱之后, 去找了之前那个服装老板, 但服装老板却不承认, 小林所生的小孩, 更是直接将他们赶出家门, 他们两姐妹, 现在都没有脸回家, 小林当初嫁给我的时候, 大家都说小林好福气, 但小林姐妹两人不珍惜, 甚至因此想要害我的命, 最后落得一个牢狱之灾, 甚至都不敢回家, 这能怪谁, 只能说, 人心不足舌吞向啊, 而且小林现在想要二婚, 惨了, 在老家这边就不说了, 没有人会娶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, 而且这个女人的心思还那么恶毒, 至于外面, 更难, 所以说, 不管是谁, 都要对彼此所做出来的事情负责任, 都要对彼此所做出来的事情负责任,